在良心关系里 身为女人最应该看重四点 你做到了几点 一 懂得保护自己 懂得自爱 当两个人真心相爱的时候 总是会不自觉地想要在一起 想要一起拥抱 亲吻 甚至想要拥有对方 大家都是成年人 也有这样的想法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女人一定要懂得自爱 否则到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 当你足够了解这个男人的时候 放心把自己交给他的时候 再去做 这对自己对别人都好 当一个女人懂得自爱的时候 她不仅保护了自己 更让对方不看清她 忠诚既然已经想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就不能再有其他的想法 要懂得与别人保持距离 不要学外面的女人水性养花 脚踏脊子床 忠诚是两个人之间所必定要遵守的 如果被对象发现了你不忠 那事情会很麻烦 两个人肯定走不远 三 相互成长和进步 人长大了 要懂得体谅别人 不能像过去一样任性 两个人虽然是在谈恋爱 或者是要结婚 要有所领悟 要共同进步 遇到事情可以相互商量解决 各自检讨 最怕那种看不到自己身上的错 敢于承认的女人 不要轻易原谅撒谎 对方撒谎 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原谅他 这样会助长他撒谎的频率 若是女生就这样被男生便宜 灭于混骗 不能重视真相 骂人以后的果实的很大 所以不要被这些表象所蒙骗 要懂得拒绝撒谎的男人 帮助长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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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